我感觉是有蛮多公义的话在这里边 也有蛮强的光照在这里边 那所以我们在进入这一篇信息的时候 就是在面对这样一个光照下面的时候 我们先要有一个态度 就是当主的光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态度乃是说 伏在神的光面前 我们降卑谦卑我们自己 我们对主的光照说 我戴个耳机的选 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说 当主的光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与他来辩论 不要去给自己来找理由 而是说我们真的是谦卑在主的面前 那这一篇的信息 讲到这个底伯拉这一个故事 其实我们要看到有一个 中间有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原则 就是在神眼中 有一个正确的等次在这里边 因着这样一个正确的等次 以色列人在这个阶段就蒙祝福 就有一个短暂的像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光性 那这样一个正确的等次 完全不是照着人的安排 人的这个定规 我们知道从人而来的这些东西 都是没有用的 我们其实在经历中就特别有这样一个体会 比方说当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在吵架的时候 都是他引用圣经 以佛说五章 跟姊妹说 做妻子的要服从丈夫 我们知道这样做是完全没有用的 或者说我们在照会的佩戴中 我们跟同伴说 因着我比较有经验 所以你就要来听从我的话 我们知道这样的讲法 也是一点用都没用 因为这样的一个等次 不是出于人的一个安排 我们看看这个今天的这个世界中 在这个学校里边 教授和学生的关系 有多少是从心里边的顺服呢 大部分情况都是教授的安排 那学生无奈必须要听从 在公司里边也是一样 下级要去听从上级的一个安排 但是许许多多的情况都是 在背后呢 这个下级就对上级有许多的抱怨 和这些负面的评论 这都是没有一个顺从的光景 但是啊 这个神圣的原则就是在于 若是有一个正确的等次在这里边 他一定是一个蒙祝福的 在家庭里边 若是有这样一个正确的等次 这个家就是蒙祝福的 照会也是一样 甚至在工作的场所也是一样 若是有这样一个和谐的光景 这样一个公司一定是蒙祝福的 那你若是问 为什么不能颠倒过来呢 为什么不能丈夫和妻子的角色反过来呢 或者为什么不能说是让父母去听从孩子呢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神他有一个正确的等次 他有一个神圣的秩序在这个地方 就像我们在读这个民宿记也是一样 当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这个秩序 这样美好的部署安宁的一个光景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蒙祝福的光景 而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是照着我们天然的一个观念 我们天然的观念呢 就是凭着我们的能力 凭着我们的经验 在这个服事中 在工作中 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若是比较有经验 那我们就应该是 别人就应该来听从我们 或者说 若是想让我服谁 那那个人最好是比我更加有经验 更加有能力 那才能让我来服 但是这些都是天然的观念 我们再看看迪波拉的例子 我们刚才已经交通到 其实这个巴拉比起迪波拉 可以说是非常的软弱 他说要迪波拉去 他才去 你看这哪像是一个 真正带领军队的一个将军 所说的说的话呢 但是迪波拉他守住了他的等次 他以这个巴拉做他的一个遮盖 于是就有这样一个复兴的一个光景 迪波拉是非常有能力的 但是他不以这个能力来作为判断 因为他知道他需要一个遮盖 而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是在人的一个层面 在人的这个逻辑的范畴来讲 到底谁该服从谁 谁不应该服从谁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权柄 是从宝座而来的 只有神他是独一的权柄 但是地上有许多神的代表权柄 我们不服这个代表权柄的时候 我们很难说我们是真正顺服 从神而来的权柄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看到神他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秩序在这里 我们顺服乃是顺服我们真正的这个主人 这一篇信息啊 其实有很多对姊妹们非常实际的帮助 比方说在这个服事中的这种顺服啊 包括在这个照会中啊 做这个这个属灵的母亲啊 但是其实啊 对弟兄们也是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啊 在神眼中 我们每一位都是啊 许配给他的这个妻子啊 因为照我们的 是我们的丈夫 在神眼中啊 我们都是他的妻子 我们都需要守住妻子的地位 我们在回想底伯拉这个情况 他为什么会当时会 会有这样子一个消极的情况 乃是在以色列人中啊 没有一个男人能够为神所用 这些男人不是不做别的事情 而是这些男人都在做自己眼中 看为正的事情 意思就是说 他们都以他们自己为王 没有一个男人以耶和华神为他们的王 为他们的真丈夫 所以神逼不得已 必须要兴起一个姊妹 来做事实 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需要是我们的一个警戒 我们今天呢 我们的真正的丈夫 乃是我们的神 那我们就要说 我们里边实在没办法顺服 因为我们天然的人 我们这个堕落的性行 就是一个不服从 这个不服从啊 就是撒旦的一个性情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 因为我们主耶稣 是这个宇宙间真正顺服的一个人 他过这样一个人性生活 甚至这样的一个死法 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是顺服致死 我们刚才的十个月就唱到 因着这样子顺服致死 神把他升为至高 我们今天都是重生的人 我们那得着的是一个顺服的生命 在我们里边 所以我们越来越就是不活 我们自己这个天然的生命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天然的人 就是没办法顺服 我们常常在小事中 就会落入到我们逻辑的范围里边 我们来自己来分析 到底我们该不该去顺服 或者别人该不该顺服我们 而没有啊连于我们的主耶稣 他才是真正的顺服 顺服的能力啊 还是从主而来的 那最后啊 我想说到这些啊 我们今天所讲的 并不是说 仅仅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 或者建立一个和谐的照会生活 我们今天看到神 他有一个需要 当神的需要得着满足的时候 我们这一切的需要 都能得着满足 在当时的光景 神有一个需要啊 他需要以色列人 从这个堕落的循环中能够出来 乃是借着底波拉的这个顺服 得着了一个短暂的复兴 我们今天也是啊 神他也有一个需要 神需要在地上一个个的家啊 一处处的照会 但是若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等次啊 没有一个从神而来 这个和谐的光景化 主的身体怎样才能得着建造呢 心腹又怎样才能真正预备好呢 国度又怎样才能回来呢 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每一天 这些在每一件小事上的啊 这个顺服 这个乃是关乎到 主在地上的一个权益 我们呢 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啊 家庭得着帮助 我们来自的愿主啊 他的需要能够得着真正的满足 所以我们的顺服啊 殆尽的是一个祝福 不仅祝福我们自己 祝福我们的家 甚至能够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愿这一片信息啊 真的啊 我们知道 常常我们交通出来不太容易 但是愿主真的摸着我们的身处 来到他的光前 让主的光啊 来检查我们 甚至啊 来这个啊 来查验我们啊 来来啊 让我们真的服到主的光面前啊 愿这片信息成为我们真实的一个帮助 祝福我们 Amen Amen Amen